您刚刚有看到曹总她的脖子上 也是挂满了花圈 在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其实这是她第一次带队出国去比赛 她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甚至是嘴巴旁边都长起了泡枕 不过她说 其实从头到尾整个经典赛 她的心情都是感动的 一只加油 几束鲜花 一下飞机就获得来自球迷的鼓励 曹总写长和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压力真的好大 第一次长国家队兵服 风光闯进经典赛八强 但天天想着怎么调兵部署 曹总每一天睡好 嘴角都长出泡枕 一点都不会怪我的球员 我到比赛到这里来 我都觉得球员表现得相当的出色 输球把责任全扛下来 还不忘鼓励球员 赢球功劳不在自己 球员们眼中的曹总就是这样低调不邀功 就如同他棒球绅士的风浩一样 外角球 其实投手出身的谢长亨 当时不只是统一是王牌 更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百胜投手 当时和佳日飞都守诚意性 火车头土红青还有金碧荣黄平阳 并称四打天王 他算是一个很沉稳很低调一个人 然后人品也很好 小时候人家就阿草阿草 可能就是草草的那种感觉 那种个性吧 当时谢长亨只有2.89防御率 常常投得好却得不到队友火力之约 被球迷封为悲情阿草 不过拿到百胜后 曹总转战教练 从职棒到国家队 不管什么身份 哪个位置 他都在为一生的志向 棒球而努力 让台湾的棒球 台湾的职棒 尤其是职棒的运动 从谷底 可以带动往上爬升 原来请问全局科广名 太报道 顾勒沙明 假如安装 你看就知道 卡头